刚刚这个 包括刚刚这个 你这个 我这个要走 我的肩膀松开的话 我的肩膀松开 我走我可以 你看 我的肩膀可以 我是这样子 你肩膀没松开 没松开 你变成是这样子 你就不合理了 你太慢了 知道的吗 你肩膀不松开 你这个手转的时候是跟你的身体 这个角度根本没有变 你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 你肩膀松开的话 肩膀松开 我们再做是 你看 我们一层 这个手就倒 一层就倒 而不是这个 这样就倒 所以肩膀松开的 你看 你看他在这边 我的手在这边 我的手在这里 当我要接他那个手的时候 你看 我动的是什么 我动的是身体 手都收到了 你看 我是 手到了 因为我的手在这边 我这个是松的嘛 所以当我身体一动 你看 身体一动 手到了 而不是身体动去动手 懂得吗 所以很多的招式 有用跟没有用 合理跟不合理 是你有没有达到那个身体的标准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你练起来 用起来就不合理 就不好用 好 让他动 所以 所谓这些内加拳 都是 都是这个样子 很多的时候我的手 我的手在这边 可是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我要动 我要动的时候 我是 我的手 我的手不动 我的手不动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我的身体一动 身体一动 是不是 我这个手要进去 我这个手要进去 我不要做这个 我根本不要做 我不要做这个 是我的身体走得到 我是动这个 我是动身体这边在转 是不是 有没有转 不但转把它往外带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动这个 是不是 所以我在走 就进去了 他进来我进去 这样有没有动 好 我在这边 我要把它往外弄 往外弄 我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是手 手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当我这样 他就走了吗 没有动吗 没有动吗 这样有没有动 很怪吗 就是你第一个 肩关节要松掉 肩关节松掉 他的角度多 角度多以后 当我的身体转到什么角度的时候 他就出来不同的联系了 如果没有 你的肩膀永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的身体动到这 他就到这边 你身体动到这 他就到这边 东西 你身体动到 肩膀永远 只能得到 floor 秩根 这样痛 肩膀永远 不然另外一个感じ 并这么是 而是啊 對阿 對 曉得嗎 所以它不是 它就不是大的動作 它是小的動作 這就是要鬆的原因 你就不是一根棍子 不是一根棍子 好 來 有問題